SCP-3108, The Nerving Gun, NERV 槍,項目等級, SAFE,特殊收容措施 SCP-3108被保存于Sight 64,一个标准异常物品收容库中,除人做目的外禁止移动 研究实验必须提前由Dr. Johnson和Dr. Dias共同批准 除非在实验中,否则SCP-3108之一禁止装填入SCP-3108,并被储存于另一个独立收容间中 实验期间,SCP-3108只能被Sight 64的安保人员操作,一位人员手握项目并开火 另一位人员观察警惩,以罪小化事故或违规行为的风险 出于安全和安保方面的考虑,禁止研究员和地检人员以项目射击 由于SCP-3108的精准度与同类产品一致,因与预设目标保持最大不超过一公尺的距离 以预防事故 在任何情况下,SCP-3108都不能与其他SCP项目进行交互实验 根据伦理委员会于20年4月5日的决议 与人型尸体身上的进行实验亦被禁止 描述 SCP-3108是一把经过大幅改造的NERF牌飞镳枪 与SCP-3108之一 回收时装填于SCP-3108的泡棉飞镳 搭配时表现出异常变化性质 SCP-3108在使用处SCP-3108之一以外的NERF牌飞镳射击时 不会表现出异常性质 SCP-3108之一也不会在被其他NERF牌飞镳枪射击时表现出异常性质 SCP-3108之一表面用红墨学科有短语 OP-PRISNERF 当SCP-3108使用SCP-3108之一集中一个目标时 该目标会瞬间转变成该人认为更坏或差的物品 这种转变可能是轻微的改变到完全的分子重建 质量守恒定律不适用于SCP-3108造成的转变 质量的明显增加或减少经常在测试中发生 没有证据表明此产生的物体或生物体有任何的异常特性 转换不代表任何客观的评价标准 而是完全取决于持有者的意见 SCP-3108的外壳由钢制成 并相迁有青铜装饰 因其异常特性 SCP-3108不会受到物理损坏 摧毁该桑木一重时不可能 所有试图用于拆解桑木的工具 都被转变为损坏状态或验评 以至于无法检查项目的内部构造 这种似乎是为了自保的行为 是除射击SCP-3108之一以外 SCP-3108对物体做出了转变 回收 SCP-3108的异常性质是在奥勒康州的 为10岁的Jacob Pierce举行的生日聚会上发现的 据推测 SCP-3108向一堵混泥土墙射击 导致混泥土墙被一堆松散的堆起的石头代替 这堵墙立刻倒塌 导致三名平民轻伤 在这家人起诉他们家的承包伤后 基金会介入 在接下来对事发地点进行的调查中 造成转换的异常效应最终归咎到这把枪 在之后对事故进行的调查中 Jacob 19 岁的哥哥 Nathan Pierce 被锁定为GY反大毛玩家的成员 Pierce以前曾以网名 Kek Takan为基金会所知 并曾经创造SCP和SCP 而被定为POI-6897 随后试图拘捕目标的行动失败 因POI-6897在被识别为 Nason Pierce的两天前 就逃离了该地区 部分实验记录 目标 一个键麻纤维制成的飞标标靶 结果 标靶组成变为软木 此外 木板上还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洞 与似乎是啤酒的屋子 目标 一张八成十的营印值 结果 值得组成变为单张的卫生值 目标 一个Size酒自作餐厅的空咖啡杯 结果 咖啡杯被换成一个与其相同的陶瓷茶杯 目标 一美元 结果 25美分 笔记 对美元钞票进行的获取实验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结果 包括10美分银币 5美分银币 辨识 外币 和大富翁游戏中的狭币 这些变化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律 DS博士 目标 一罐可口可乐 结果 一罐白饰可乐 笔记 观察此次实验单保员的Mike 在看到这个结果时表示失望 我们让他朝白饰可乐开枪 然后他就又变回可口可乐了 DS博士 目标 一件标准规格的低级人员制服 结果 制服的组成变为全棉 衣领上添加了中国制造的标签 笔记 尽管那很有趣 但我认为这个实验很有意义 这把枪有幽默感吗 Johnson博士 目标 一盘1971年的电影 威力旺卡和巧克力工厂的VHS录影带 结果 2005年的重制版电影 巧克力冒险工厂的DVD光碟 目标 一只雄姓何家属 结果 一只雄姓紫彩虹臭蟻 笔记 这真是有趣的逻辑 老鼠和蚂蚁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 DS博士 目标 一条雌姓黄金猎犬 结果 一只雌姓黄毛美国短毛猫 对象异常的重 15.4公斤 并继续表现出一只黄金猎犬一致的行为 而非一只冒科动物 目标 D4281 28岁的白人男性 结果 D4281变成一个活着的尼安德塔人 前言 未测试SCP-3108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危险限度 安保人员Gardiner奉命重新装填并重复开活 直到接到终止指令 目标 D3578 24岁的西班牙裔男性 结果 初步的结果类似D4281 D3578继续变成许多不同种类的生物 包括南方古猿 长臂猿科的未知成员 以及 Redipers pigmars 九次实验中 转换没有造成物种上的改变 而是造成了可见的伤害 疾病或残疾 46次连续使用后 因D3578已退化为止普通蚯蚓 体型过小 而不能使用SCP-3108之一准确击击 实验终止 笔记 由于伦理委员会的担心 以及意外产生Homo ignota尸体的可能性 在听众会举行前 SCP-3108在原型尸体上进行的实验 立即暂停 DX博士 附录 在 207月19日 基金会人员在家书弱生机的一个网卡里 逮捕了PoI-6897 PoI-6897随后被押送至Size64 以参与针对他错评的审讯 以下为官员SCP-3108的审讯内容 访谈记录 受访者PoI-6897 Nathen Pierce 对象在异常艺术家与GAW成员中表现出低水准的现实扭曲能力 采访者 Leo Diaz 博士 PoI-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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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692 LL 皮尔斯,你剛才是不是真的把LL大聲說出來 啊,我習慣在網路上聊天了,告我啊 還有,叫我Katakang 所以,你這個法西斯王八想知道什麼? 我不想用你那幼稚的網路逆槍教你 更重要的是,你為什麼要創造那把槍? 哦,那把NERV槍,傑作 嗯,我覺得那很有趣 就這樣 你想讓我說什麼呢? 那是個槍使世界變得更糟糕的象徵什麼的 不是什麼東西都有重大的意義,老兄 那就是我抽煙時想出來的玩意 我的意思是 拜託,你把讓東西變得更實的那種槍 太好笑了 後來我才想到這個明顯的雙關 最後我玩夠了,就把它送給我弟弟做生日禮物 應該警告他要小心一點 不過不禁一事不長一智,是吧? 你真以為我會相信你的話嗎? 儘管你的組織自詢為和平主義團體 但你們所有人創造的異常物品,都可以致死 你的這個小玩笑,把鋼鐵變成軟木 把人類變成了無極追動物 你顯然想把它當作武器 你,你們 你們把它用在人身上 我們的實驗紀錄無關於 他,他應該是個玩笑 這很有趣 我把直讓效應2變成了直讓效應3 把我鄰居的SUV變成了smart 我沒把它用在人身上 你們這群混賬東西 你們為什麼要他媽那麼幹? 媽的,我不是殺人犯 為什麼,為什麼你們會把一個玩笑變成情劇 快,快滾住我的牢房吧,我說完了 SCP-682處決試驗記錄 對象 SCP-3108 SCP-682組織樣本測試記錄 組織被轉化為一片巨型業圍手工的組織 主決試驗記錄 D1787被指示進入SCP-682的收容室 用SCP-3108射擊SCP-682 由於恐懼而射片了64之後 D1782成功地用一個SCP-3108G 命中了SCP-682 然而SCP-682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變差 反而開始變大 並獲得了在受到威脅時爆炸的能力 然後恢復 SCP-682最終在這種狀態下突破了收容 造成了 死亡 SCP-682在恢復正常狀態後 成功地被炮火制服 並被重新收容 備註 我有一個關於剛剛發生的事情的理論 SCP-3108導致物體低劣於其自身 對嗎? 那麼 SCP-3108將SCP-682 轉化成了一種被基金會認為是更差 更低劣的東西 一個更大更強的SCP-682 強大到能突破收容 實際上 SCP-682在能力衰退的情況下 並不會被我們認為更差 我是全博士 以上就是SCP-3108 簡單來說 SCP-3108是一把NERF牌的玩具槍 當裝入特別的泡棉子彈 SCP-3108之以後 可以將其中的東西轉變為開槍者認為是造差的東西 把黃金獵犬變成貓 把可口可樂變成百事可樂 原來是擅長迎戰的SCP 接著來介紹Gamers Against We 反大麻玩家這個組織 反大麻玩家是一個結構鬆散的組織 由一群異常人士組成 他們與娛樂或諷刺的目的創造異常物品 並且絕大部分都在網路上組織活動 之前有介紹過阿維哭耶 而反大麻玩家是在2013年由阿維哭耶衍生出來的分支 但他們已經拋棄創作異常藝術 反大麻玩家的組織是一群15-30歲 一無作惡的邊緣人士組成 他們知道SCP基金會的存在 但沒有能力針對基金會 反大麻玩家的SCP通常會帶點搞笑的成分 並且有時會與網路上的梗或時事有關 相對之下危險性較低 除此之外 他們還有一系列致敬Wondertainment的小小先生的作品 叫做反大麻先生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了SCP後的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